看得见的紫禁城 看不见的风起云涌 揭开宫围深处被尘封的故事 讲述百年沧桑被遗忘的瞬间 国宝档案带来探秘紫禁城 您好观众朋友 欢迎收看国宝档案 北京紫禁城里的龙椅是皇帝的宝座 象征着至高无上的权利 太和殿又被称为金鸾宝殿 是皇帝举行重大仪式典礼的地方 太和殿的龙椅是紫禁城里最大最气派的 朝代更迭 太和殿的龙椅上迎来了一代又一代的帝王 是谁小小的年纪就彰显出 王者的气派呢 公元1661年 清朝顺治十八年正月初九 顺治皇帝驾崩后的第二天 虚岁只有八岁的爱新觉罗玄夜 在紫禁城的太和殿举行登基大典 凌晨三点 隆重的仪式开始准备 皇帝的布年 丹币大月 中和韶月 鲁布仪仗依次排列 此刻 太和殿左右的大门都已打开 及时已到 礼部尚书恭请玄夜登上太和殿的宝座 宝座坐落在太和殿中央的须弥座室平台上 通高一百七十二点五厘米 对于大人来说都很庞大 更别说小小的孩童 然而 玄夜稳稳地坐在宝座上 神态平和淡然 颇具王者风范 宝座名为修金期云龙文宝座 作为天子的龙椅 他名副其实 因为从上到下都装饰着龙纹 以背上盘绕着十三条活灵活现的金龙 后背及两侧立柱上 也对称雕刻着精美的金龙 宝座两旁有六根粗大的盘龙金柱 每根金柱上盘绕着矫健的金龙 金龙翘首面向宝座 宝座的正上方是贴金的盘龙凿井 凿井上盘卧一条巨龙 口弦光亮见人的宝珠 俯首下室 室臣明边 广场上的官员向新皇帝行三跪九寇大礼 其实广场上的人根本看不到殿内的皇帝 他们之间的垂直落差足足有十米 而皇帝坐在宝座上视线被单臂遮挡 也完全看不见广场上的大臣 但是气氛肃穆的登基大典 是紫禁城里最庄严的仪式之一 从这一天开始 清朝迎来了一位新的皇帝康熙 太和殿是皇帝举行登基大典的地方 朝代更迭 天子异味都浓缩在 太和殿恢弘的宝座之上 修金期云龙文宝座是明朝嘉靖时期的 一直使用到清朝的最后一位皇帝溥仪 而同样小小年纪登上皇位的溥仪 面对宝座却是另外一番样子 1908年11月初九 紫禁城太和殿 年仅三岁的溥仪被父亲载风抱上皇帝宝座 登基大典正式开始 古月齐名 响声大作 庄严肃木 突然 哇的一声 小皇帝开始啼哭不止 溥仪在他的自传《我的前半生》中回忆到 我被他们折腾了半天 加上那天天气其冷 当他们把我抬到太和殿 放到又高又大的宝座上的时候 早超过了我的耐性限度 溥仪的父亲载风 单膝侧身跪在宝座下面 双手扶着溥仪 叫他不要乱动 溥仪却挣扎着哭喊 我不挨这儿 我要回家 我不挨这儿 我要回家 父亲急得满头大汗 文武百官三寇九拜 没完没了 虎仪的哭叫也越来越响 宰风怎么哄劝也不行 无可奈何 只好对小皇帝说 别哭 快玩了 快玩了 登基仪式勉强完成 殿下的大臣们却连连摇头 大家都觉得宰风一口一个快玩了 实在是不吉利 三年后 也就是一九一一年 清王朝真的完了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 中国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 到此结束 太和殿内这把金光灿灿的龙椅宝座 迎来送往了二十来位皇帝之后 也成为了一件历史的文物 作为帝王集权的象征 修金期云龙文宝座 曾经受到了神异般的崇拜 王公大臣站在宝座前 都要俯首贴耳 毕恭毕敬 甚至连头都不敢抬 然而 清朝灭亡后 这把象征黄泉的龙椅宝座 却惨遭遗弃 险些被破坏 是谁这么不把它当回事呢 1915年 袁世凯篡位 开启了一场复辟地质的闹剧 袁世凯的登基大典 仍然选在紫禁城太和殿举行 为了显示自己的红线王朝 有别于覆灭的清王朝 袁世凯命人将太和殿重新修起一番 袁世凯曾经有过想复辟的这个想法 他想把这个想法变成事实 也确实做了一些行动 比如太和殿外那个门额 把这漫文 他给扣掉了 广生了汉文了 前三殿的门额上都没有漫文 只有东西六宫 前京宫 还保存着这个满汉文的这种匾额 除了匾额的改变 袁世凯也把目光转移到了 太和殿龙椅宝座上 看着这把气势恢弘的 修金期云龙文宝座 袁世凯想着 怎样才能与清朝皇帝有所区别呢 后来他命人把修金期云龙文宝座撤掉 用最快的时间赶制了一把 具有西洋风格的高北大椅 放在了太和殿 中式大屏风前 摆着一个西式的椅子 显得不伦不类 这把西洋宝座椅背极高 坐面很矮 据说是因为袁世凯腿短 但不要体现帝王气派 所以做了极高的椅背 就这样 太和殿原来的修金期云龙文宝座 就在人们的视线中消失了 然而 袁世凯做了83天的皇帝梦 红线王朝昙花一现 袁世凯还没有来得及登上宝座 就被推翻了 太和殿里一直保留着袁世凯制作的西洋宝座 直到1947年 故宫博物院正式接管了 包括太和殿在内的紫禁城外巢部分 关于是否更换袁世凯的这把座椅 专家们展开了激烈的讨论 有的专家认为 应该尊重历史遗存 在太和殿里继续保留袁世凯的这把座椅 但大部分专家持不同意见 他们认为 袁世凯最终没能在太和殿举行登基大典 他的红线王朝最终也没有建立 他的西洋宝座不伦不类 作为中国明清两代皇宫的金鸾殿 应该恢复清代原貌 放回以前的宝座 才是真正的尊重历史 最终故宫博物院的专家统一了意见 决定撤换下袁世凯的西洋座椅 然而从1915年修金期云龙门宝座 被替换下来以后 他就不知去向了 那么太和殿原来的宝座 到底身在何处呢 因为缺少当年的图像资料 专家们甚至不清楚原来太和殿的宝座 是什么式样 他们从文物库房里挑选了几把 制作精良的清代龙椅宝座 在太和殿试着摆放 但是尺寸都显得太小 与宝座后面的雕龙 修漆 屏风 很不协调 与太和殿高大雄伟的建筑也不相衬 显然它们都不是太和殿的宝座 直到新中国成立后的1959年 北京故宫博物院著名文物专家 朱家进先生 偶然看到了一张1900年拍摄的 太和殿老照片 从照片上见到了原先太和殿宝座的饰样 按图寻找 专家最终在一间存放扩旧家具的库房里 找到了一把规格更大的宝座 很像照片中的龙椅宝座 宝座制作精美 通体修巾 这是当时最高档次的理智用具 说明了它的显赫地位 宝座的尺寸很大 摆在太和殿倒是看着很协调 后来专家们又在一张康熙皇帝朝服像上 获得重大发现 身穿朝服的康熙皇帝 做的正是这把龙椅宝座 经过多方考证 专家认定 它就是太和殿曾经使用的皇帝的宝座 是明代嘉靖时期的遗物 距今已有四百多年的历史 专家将其命名为 修巾期云龙门宝座 遗憾的是 由于年代久远 修巾期云龙门宝座已经有些残破 专家们又对其进行了仔细的修复和保养 最终将它重新摆放在太和殿中 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宝座 上面雕刻着13条金光闪闪的龙 因为这些龙是经过雕刻的 有很多的透雕和楼雕的这种 坑坑洼洼的 所以在清理的时候比较困难 在过去是绝对不许用胆子 任何什么那个狐狸毛啊 鸡毛的胆子都不许用 因为我们俗称它呢 叫尘土搬家 就是在七八十年代呢 我们对太和殿进行清洁卫生呢 有一种方式 就是一条肝毛巾和一条湿毛巾 这个拧在一起 一手在上一手在下这样 就是使劲地把土带下去 大家说笑话 就说我们这是掏耳朵了 如今修金期云龙文宝座 仍然高高地摆放在 紫禁城太和殿的镇中 每天接受世人的目光 仿佛在默默讲述着 多年前的沧桑王室